心动的信号5节目中牵手的四对CP 曾给观众带来太多的感动与快乐 如今节目收官有一段时间了四对CP回归生活后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四对CP中6万CP 郭浩然和李婉茜给出的是硬糖 一度让网友磕出内伤 起初身为百万粉网红的李婉茜 上恋宗节目不受网友待见 郭浩然摇摆在金家月和李婉茜之间的迷糊行为 硬是扭转了大家对网红的刻板印象 纷纷心疼起李婉茜 直到收官郭浩然方才明确自己的内心 勇敢地向李婉茜奔赴而去 可网友依然为李婉茜担忧 总觉得郭浩然不爱她 没想到他们回到线下撒得糖最甜 他们非常真诚又自然地走到一起 过起了同居生活 不久前李婉茜回到老家云南 又恰逢生日郭浩然从上海直奔云南 想要给她一次浪漫的惊喜 郭浩然这一部为爱千里 吩咐的举动感动了问千网友 大家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的爱情幸福永久 预言CP 李念双玉和张根源为节目贡献了很多话题 尤其是女三李念双玉跟薛哲阳 张根源之间展开的几场顶级拉扯 看电十足令观众欲罢不能 直到李念双玉放下对薛哲阳的心动 果敢地转向对她有始至终坚定如一的张根源 两个人的恋爱彻底让观众客风了 尤其是告白夜中张根源上演的爱的魔力转圈圈 堪称是恋宗告白的经典名场面 尽管张根源有很多不那么让人认同的过往 以至于网友对她的人体议论纷纷 但是丝毫不影响她和李念双玉的感情 两个人除了周末相聚外 在日常里经常更薄撒糖 分享她们甜蜜的每一个瞬间正如李念双玉所言 她给了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我相信你的坚定与真诚 正是彼此的坚定与偏爱成就 为一段美好又稳定的爱情 入纵CP金家月和陈宗伦也不是很被看好 身为主持人的金家月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颜值气质学历都相当令人惊艳 她无疑是恋宗女嘉宾中的佼佼者 陈宗伦多精帅气风度绅士 感觉两个人并不缺少追求者 总让人怀疑上节目的目的不纯 只不过节目收官她们还是牵手了 回到线下也相处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面临着异地恋 之后就很少有她们的动向了 直到日前金家月回应CP粉关于分手谣言时 网友才知道她们已经分手了 粉丝问金家月 宝你俩真的分手了吗 金家月在评论区回复粉丝 不是不想抱歉啊宝 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金家月也想跟陈宗伦拥有一段完美的长久爱情 但是最终还是为了如愿 所以只能跟粉丝说抱歉 至于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分开的 金家月没有给出明确理由 而陈宗伦直至目前也没有现身 或许双方都想体面且低调地结束这段关系吧 雪球CP女儿王邱怡 在告白夜里留下了一条惊 剧《慢慢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这也让网友对他跟薛哲阳的关系发展充满了期待 在节目里王邱怡对薛哲阳的喜欢永不攻堵 偏偏是薛哲阳后知后觉 而且不像王邱怡那么直球让网友操碎了心 收官之夜总算看到他们相互奔赴了 尽管没有特别甜蜜的告白明场面 至少也让网友感受到了互有好感 而且在售后营业中 王邱怡身穿起袍坐在了薛哲阳的大腿上 让网友觉得他们的关系升温了 然而有关雪球CP的动向扑朔迷离 有说在一起的也有说再就分开了 直到日前 有网友在节日聚会上看到 聊王邱怡跟一位帅气的男生突袭而坐 两个人的举止相当亲密 看来王邱怡下节目后找到了新男友了 或许他也曾跟薛哲阳尝试着深入了解过 但还是觉得相处不来吧 所以只能将节目里的心动收藏心底